告诉我堵车啊 哪儿都堵车啊 骑马来 骑马 郭德纲 郭德纲 老有我这里头 人骑着马为了省时间 给马装ETC 我都没听说过 马是不停的 马看见栏杆 撑就过去了 约云鹏不愧是等于一哥 都敢当着自家师傅的面咋挂 这一声又一声的郭德纲 越模仿的真到位 好不容易捧此跟的郭老师 也是一脸宠溺的捧着自家宠徒 从不被任何人看好的学徒 到红遍大江南北的相声演员 郭老师在越越的相声路上 不仅仅是起了引导的作用 给她信心 给她支持 无比坚定的信任 让越越脱颖而出 所以每次当越越 被问起有关师傅的选择时 她总是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那路都是她帮我扑 不管她遇到什么样的舆论 她跟谁打架 我都会站在她这边 因为她是我的师傅 这个世界上哪有真正的对与错 任何人 任何事都有两面性 唯独感恩这件事 从来都论及不论心 毕竟越越能真正的改变自己的命运 不只是因为自己做出的努力 遇见对的人 对于越越来说更加重要 当然了 除了郭老师对越越重要 作为师娘的王慧 更是对越越疼爱有加 不只是在生活中颇为照顾 在相识五代上 王慧也没少给越越出主意 我师娘说 小岳 发现了吗 你胖的真不错 捧根真好 我师娘这样 让她给我师傅捧根 我要余老师行不行 人情世故咱不太懂 说实话 我师娘脾气又好 抽了我大概17个嘴巴 那是因为你师娘累了 能一眼就看出 月月和孙玉的合拍 师娘的取义实力不容小觑 也正是王慧的会演如剧 才有了如今 能挑起大量的月月组合 从2009年年末到今天 月音鹏和孙玉 已经合作了差不多15年的时间 这15年里 两人有过摩擦 也有过妥协 毕竟两人的出发点 都是为了能更好地说向上 既然是说到这点 那就不得不感慨 孙玉老师眼光长远了 早期月夜小小剧场的舞台上 昏速不济 只要能逗观众下 啥包袱都能说出来 可作为从小被向上熏陶的孙玉来说 他甚至月月那样的台风走不长远 便以自己不给的捧根为妖娇 逼着月月改变台风 老师啊有一个缺点 就是不喜欢屎尿屁这些包袱 你知道吗 那东西多高级啊 是吧 他好笑啊 那东西好笑啊 孙玉老师说 你再说这个我不给你捧了 我说太棒了 屎尿层回来了 后来我师叔又抽了我大概 那么十几个吧 十几个大师傅体力一般 或许当时的月月十分抗拒 但现在回头看 孙玉的决定十分正确 要不然怎么会有 七灯春晚舞台的东西一哥呢 台上孙玉为月月四旅长角 台下的两人关系也不错 毕竟孙玉老师的大褂 可都是月月掏钱做大 我跟孙玉老师做大褂 都是我掏钱 你知道吗 都是我掏钱 她那大褂多废不了 特别 孙玉老师那都是我做的 我 全是我媳妇做的 有一次我媳妇说 孙玉老师给您做那么多大褂 那意思是谢谢都没有 那意思呢 要怎么着 要不退给您 月月负责掏钱定制 正面负责清洗维护 看来孙玉在月月家里的地位 是真的不低 毕竟当初月月写长信 表白孙玉 还被自家媳妇给误解 这也不能怪月月媳妇想得多 毕竟就算是在相声舞台上 月月都从来不吝啬 自己对孙玉爱的表达 如果有一天你自己在舞台上 不管是什么样的表演 我一定会在脚脚落落 为你摇旗呐喊 我跟我媳妇过了九年 我跟孙玉十一年 说实话 我挺想孙玉 当初自教师傅给足的安全感 如今月月也学会了为别人撑腰 从懵懂无知的相声演员 到如今的独当一面的等于一个 师傅郭德纲的护眼石珠 月月自己的努力奋斗 搭档孙玉的陪伴支持 这些都统统离不开 虽说孙玉不太擅长表达自己的感情 可她给月月写的一封信 也是成功地让小姑包掉了眼泪 孙玉 相识十二载 与君同行至今 性格过于敏感 与人交往能力不足 但是本心善良 一直淳朴 上台表演必是全力以赴 真心投入 我虚长几岁 早已忠年 废话不少 最后一句 望雨军在同行 不是亲人 却胜死亲人 彼此陪伴的时间 估计比家人都要多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 月云鹏和孙玉 能在相声舞台上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欢声笑语 您喜欢等于说到各位决门吗 评论区里告诉我吧 今天又是期待酒粮 来看我视频的一天 喜欢的话 点个关注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